近期金融市場動盪 不過對於樓市的影響 暫時還未反映在指數上 所以暫時看來都是一片樂觀 代理統計的二手樓價 按週升超過1.3% 在連升四個星期 累積升4.2% 去到去年10月底之後的高位 各區樓價全面上升 以新界東的走勢最好 連續兩個月向上 按週再升超過1.7% 港島區的升幅也有1.5% 統計的代理就說 最新公佈的指數 是反映政府調整印花稅 稅街那個星期的市況 至於直谷銀行倒閉 以及之後的危機 最快就要去到下個月上傳的指數 才開始反映出來 本地樓市未有太大的反映 發展商都是如常推盤 預期今個月會推出的 四個全新項目 有三個都開了價 剩下的匯德峰地產 Coco Mare 步伐比較慢一些 也正式公佈了樓書 今期是整個發展項目的東南面 全盤有444個單位 分佈在第8和第9座 互形都相當集中 近八成就是兩房單位 面積介乎410多到500多呎 一房就310到330多呎 其他就是特色的單位 開席和上一期大同小異 都是常見的設計 結果都是重複上一期的缺點 有不少的兩房單位又長緣關 以第8座的開席比較差一些 個別的一房面積都偏小 我們看看全盤最小的標準單位 實用是310呎 沒有懸關 一開門就是飯廳和開放式廚房 至於客廳大約是70呎 由於闊度只有2米4 相信感覺比較壓迫一些 主人房偏小 只有60呎 相等於一般中小型單位的細房 連接著一個套廁 如果要招呼朋友就不太方便 長和其下的青衣船奧地 早前申請改劃做住宅 單計私樓已經達到1萬伙 據報是20多年以來 同是最大型的改劃 我們回顧香港的發展歷史 當一些工業地帶完成歷史任務 剩下的價值就是變成住宅 例如在荃灣陽屋道的太古可樂廠 就在05年起了做著月亭 入伙接近20年 荃灣區還有不少新屋苑落成 但在月亭附近的環境 仍然有待改善 各別單位看出去 仍是有供下圍城的感覺 看看代理如何說 這個屋苑主要有三個景觀 這個我們現在看回東南方向 看都是維港的景觀 是最漂亮的其中一個 另一個就是看回陽屋道位置 看回大武山的山景 這個是第二個 都是比較好一點的 而另一種就是看回低層 高不過的工廈 那就應該是最弱的一個景觀 這次正正帶大家參觀代理所說的一線景觀 位於南雀軒的一個高層兩房單位 遠望維港景 但同時都會有墳景 實用是490呎原積一房單位 現在改為兩房 叫價是760萬來放售 借價15000多元 有部題 雖然樓下比公下為主 但幸好單位樓層夠高 可以望穿他們 圓跳對岸的維港景色 海景山景齊曬 但對鄭泉灣墳場 就未必個個都接受到 還要留意的是 前面工業用地還在做工程 除了現時會有噪音 和沙塵滾滾之外 未來景觀還有變數 轉回入室內 空間分佈剛剛好 整體都闊落實用 業主在開織上 都做了一些小手腳 一走入屋是間廚房 這個設計都比較罕見 原來這裡原本是開放式廚房 和廳區連在一起 業主就加了這個拓門 去隔一隔油煙 就形成了這個開織了 廚房設有三邊工作台面 工作和收納的空間都很充裕 對正還有一個凹位可以放洗衣機和冰箱 但放鞋的位置可能要搬入客廳才放下 大廳現時大約145呎 原本是L營開織 業主就先用了凹位 增加了房間 把客廳修飾成長營 廳區接近9呎長 梳化和電視的距離就剛好 近廚房的一邊可以放到四人餐桌 不過要留意 由於單位向東南會比較潮濕 天花也有發霧的痕跡 而且牆身有掛裝飾品留下的洞 整體都比較殘舊 新買家要預留翻身費用 間出來的睡房尺寸都不細 有大概80呎 拍得住一般的主人房 可以放齊雙人床和大衣櫃 同樣都能看到海景和山景 原則的主人房位於廳區的另一邊 景觀歸一 空間闊落有近90呎 目前就放了雙人床和梳妝櫃 相信要放上衣櫃也沒甚麼難度 全屋唯一一間浴室位於細碎房旁 這個浴缸相當的色 而且不夠深也挺不實用的 加上浴室是無窗的設計 洗澡時記得要先開抽氣 開啟rav göst $0 公開 seit teor年 開啟啡 空氣 空氣 開啟啟 開啟 telev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 quickly 直播